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抖内 十一瑞的抖内说 大法官是中华民国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 似乎也沦为了执政党的侧义跟打手了 更遑论我们一般的民众跟百姓 到底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也先欢迎我们的晚会姐 晚会委员加入我们了 主任大家好 我是晚会 何仙仙的抖内要说晚会来了 希望台六十二线延伸宜兰 能够早日通车晚会要加油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 给我们的来宾的送暖和打气 来 那就要请教我们的晚会委员 就是我们举止这件事情 叫昨天看起来是正式的发布通气 也注销他的护照了 只是这个事情包含昨天凤欣姐 也在觉得很迟疑的是 跳过证人直接被通气 这不太符合SOP吧 橘子的爸爸 徐止于爸爸昨天受访的时候也讲到 一年有时候只看到一次 就是出戏夜吃饭的时候 那不过他说橘子对于财务金融 应该是一窍不同 当这个帐房要懂这个财务操作 他也是觉得不可思议 到现在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会有这样的谣传 连爸爸自己都感到蛮困惑的 但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家庭之间相对比较疏离一些 一年可能就只见那么一次 那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市议员或者是媒体人 指正立立讲的说 橘子不是你想的这么有钱 现在知道橘子出现在道顿窟 在新斋桥 在通天阁这附近 这大阪的一些知名景点 那我只是有点讶异 因为他8月29号就出境了 到现在还在走这一些知名的观光景点吗 我不打一个问号 然后呢 媒体人就说 其实不止一个人看过他 他出现在通天阁隔几条街的爱林区 这也是号称全日本治安最差的地方 我今天看到这个报导的时候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一格 就大概看一下 你看到他出没在什么道顿窟 新斋桥通天阁甚至有台湾的导游到那边带团 都曾经看到过橘子 这报导我以为在讲讨论一只橘猫你知道吗 而不是橘子 因为大家好像都指正立立 然后每个人去日本或每个人去大阪都看过橘子 那他甚至还特别挂保证说 因为橘子很好认 我自己本人脸盲是相当严重 你要我在大阪或任何地方看到他 我都不会指正出来橘子我有看到 甚至什么台湾导游带团 可是这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 那我就要请教晚会委员了 走到今天这一步橘子的不回来 也许会让你们也觉得蛮诧异的 那他回不回来这件事情 会不会对科案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先讲第一个 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名嘴 在这个媒体上面 讲说他在哪里看到了橘子 他在哪里看到了橘子 然后像这一段甚至讲说 他出现在日本治安最差的地方 我真的觉得 刚刚波基好像前一段讲 好像他是个笑话 真心觉得要在话分词里面找东西 我真的觉得就是 这个剧情走到这边 都只有更扯而已 我觉得回来讲 不管橘子现在在日本的哪里 如果说我们的政府 还是要让这一些所谓的媒体 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非常多的一个影射跟报道 我请问人权在哪里 你今天不管他跟他爸爸的感情好不好 重点是他常不常回家 重点是你一个女儿被人家这样子 然后莫名其妙的从证人就转成了被通弃 这过程当中程序真的是对的吗 我想问如果连这一些人 他都可以看到他出现在哪里 是有第几只眼睛可以看到 那我就很好奇 我们的检调找不到他 还是你通知他的方式 真的是有真的通知到橘子本人吗 这是我自己一直非常疑惑的地方 就好像就是这些绿油油的媒体的相关人的 比较容易看到他我们北检都看不到 都联络不上也联络不好 就直接传不到 直接把他证人把他变通气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可悲的 最近不管是这个宪法法庭的一个解释 或者是柯文哲这个案子办到现在 他的这个严压 基本上是要在下个礼拜 31号的时候要来做开庭 那因为最近的这个相关法院 但我们不希望去做相关的推论 但是现在的这个司法 还有让大家这个放心 或者是信任的空间吗 好像妥妥的 大家就可以完全命中的说出 他会怎么样把这个剧情往下走 我就讲黄国昌也讲得很好 不然这个冷钱包 台湾的技术 没有差到那个状况 而且那家公司 也出来做相关的声明 我就不相信北检真要查要破解 都没办法 那个媒体都已经报了那一家 就是哪一家冷钱包了 沈志然不是讲说人家厂商送他 那个厂商不是媒体都有报导了吗 还是北检是选择性的 有时候有看媒体 有时候没有看媒体 就是我不知道他的那个逻辑 到底在哪里这样子 就像黄国昌讲的 简单讲一刀斑命的 在绿油油的这个媒体里面 多的是 你挑一层就可以写起诉书了 如果你真的有查到那些东西的话 为什么需要严压 就是把一个橘子不再 没有回台湾就是 接受相关的这个询问 这件事情 你就要把它严压下去 难道你现在手上查了两个月 掉了超过两百个人 你都查不到任何可以起诉的内容 要继续压下去 请问是要压多久 请问是要压多久 齐海讲的那个日本的那个事情 还不止举止在日本 我现在就怀疑这些北检到底怎么样调人 还是调或不调是自由行政 超私那个女儿 非常关键的那个女儿 不是也在日本吗 也怎么没有再讲说她要不要回来做相关的作证呢 是全台湾现在只剩办柯文哲这个案子了吗 其他的案子还有在进行吗 我昨天看司法委员会 看那个吴宗宪招委 他办了一个就是做这个侦查不公开的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 我自己个人蛮有感触的 先不要讲 我觉得志强跟龙介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咨询 其实是非常幽默 我再可以问出来就说 其实侦查不公开里面 他以柯文哲为例嘛 问来问去 这个检察官也说他没有泄密啊 然后这个调查处也没泄密 警察也没泄密啊 那还有一个人会接触到资料 就是柯文哲的律师啊 对不对 他有接触到资料 所以是柯文哲 自己请一个律师来给自己泄密 这真的是很荒谬 不要讲连庄瑞雄跟那个审划会 都讲了嘛 对不对 庄瑞雄说 你法务部不是说要加强宣导 我们的侦查不公开吗 怎么越宣导 民众越不相信我们 对 沈巴会直接讲啊 9000件案子 你只检讨了2000件 真正处分只有一件 请问这样的一个质量 你要怎么样让大家相信 你司法的公正性 所以我觉得啦 这个案子办到这边 我还是要讲 你真的要传举止 这过程当中 我也跟刚刚前面 有一个来宾讲的 他到底程序上 他是怎么样去通知他要回来做证这件事情 我也很想知道 对不对 程序是不是正义这件事情 还是我们会非常需要去了解的 我们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抖内 这是我们虎口全四郎的抖内 说可是屏东议长被压了七个月 可是国民党现在目前好像也没有人在关心他 感谢何仙仙的抖内 这些爱乱说的名嘴 就是因为有人讨论 有人看才越说越离谱 就像跟周刊一样 如果周刊真的这么准吗 应久 徐晓星早就被送去改造了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分享 那当然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说 北检如果再想要继续这样往下走的话 越往死里去打 柯文哲是不是活下来的机会越大 他们的说法是因为违反了侦查不公开 又靠说故事来侦办 这不就正坐实了 是在罗知罪名吗 所以严压也会证实证据根本还没有找足 包含了像是我们看到风传媒也一度有写到 就是说柯文哲原本在五月的时候 针对这个金华城的案子 他还想要直球对决 可是到了七月 看到郑文灿的这案子被处理的方法之后 到八月的柯文哲突然有一阵的危机意识起来 那他们就是觉得说 是不是要面对了严正的问题了 这个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解析的角度和看法 就认为柯文哲为什么原本的态度乐观 后来变成是跟党内也预告了 将面临严重挑战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郑文灿 就必须来请问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主题了 杨明哥请教真的还有所谓的灿系吗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报章媒体的独家 是在帮忙吹风还是在帮忙见光死 说潘梦安居然在问这折冲方案来安抚所谓的灿系 也就是郑运鹏 说郑运鹏可望来接中华顾问工程司董作 所以亮哥之前在预告郑运鹏应该快找到工作了 再度预言成功吗 甚至里面有提到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该人士近期应该将会获得确认 杨明哥 很好啊 就这个跟灿不灿系没有关系 郑运鹏本来就不是所谓的灿系 如果你今天要讲这个郑文灿跟郑运鹏的关系 这个问林涛就最清楚 郑文灿专家 在桃园郑运鹏不敢自称是灿系 我讲真的 所以当然郑运鹏是2022因为林志坚没有办法选 然后他最后临危上阵 然后代表这个民进党去选桃园市长 那也因为这一议 让他最后连立委都没有办法连任 所以呢某种程度上郑文灿是要负一点责任的 是需要负一点责任 因为郑文灿把桃园搞砸了 我必须讲郑文灿他的招牌 他曾经一度变成民进党一个很重要的 尤其是光复桃园的重要指标人物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最后的乱稿 我必须讲郑文灿在桃园有很多的乱稿 最后让整个民进党在桃园失去了民心 而郑运鹏其实是受害者 我必须说郑运鹏其实是所谓 被归类为蔡系 他是受害的 而郑运鹏他 我必须讲本来520之后 很多人说奇怪怎么没有郑运鹏 内阁也没有 你看陈世凯都可以做到交换部长 那你把郑运鹏放哪里 然后终于 从高铁的董事长到 现在中华顾问工程师董事长 奇怪了 这个时候突然就开始强调 他的土木系的背景 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郑运鹏其实他在民进党内 也从来不以土木工程背景为他的主轴 他都强调他是什么 他是文宣大将 过去郑运鹏是文宣部主任 他的这个每次都讲他的得意之作是什么 再怎么野蛮也不可以砍什么什么预算 这个就是当初郑运鹏在扁政府时期的立作 现在刚好是嘲笑野大 正是需要郑运鹏这样的文宣人才的时候 结果你要他去做中华工程顾问 中华顾问工程师董作 不就是这个某种程度就是把他这个让他闭嘴 你要知道郑运鹏虽然他没有这个公职 他的网路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注意如果今天为了他去做什么 中华顾问工程师董事长的时候 请问他还可以拿得得出来消费吗 对不对前一阵子那个 那个什么谁靠爸的这个事情 他一直在讲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说 我是靠儿子呢 对不对他的网路声量还在很强的阶段 而要给他一个国营事业董事长 我觉得某种程度也许是要他闭嘴 也许是要压抑他的网路声量 其实对我觉得对郑运鹏不见得是好事 你这样看 因为郑运鹏有担任过什么 除了有啦有啦他有治理过一些企业 比如说他去中国大陆 那个什么有什么电话铃声的 欧业性媒体 对对对对 来电达零专家 对所以也许要借重他这一块经营的专场 那没有关系我觉得 反正这些位置就是民进党说的算嘛 可是呢比较好比较有趣的是说 为什么会传出台湾高铁的董事长 如果我比较上报这篇 因为他的这个写稿记者 是很很支撑的民进党的 好民进党的喔 那能够用最后讲出这种 我认为他应该是 最后接中华顾问工程师的几率很高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会传出台湾高铁董事长的这个职务 而最后又没有 如果最后真的就不是台湾高铁的话 那就表示另有其人嘛 有人要了嘛 你怎么可以给郑育鹏呢 大风吹的游戏喔 台湾高铁董事长才是 我必须说喔 那个才是一个 比较相对来讲 比较有舞台的位置啦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祝福郑育鹏 那其实以他 他过去是一个 我比较讲他是民进党 比较算是一个政治明星起家啦 那经历了这一段 他某种程度其实是被郑文燦代赛 我一直要想到 被郑文燦代赛 所以当郑文燦既然已经 从这个政治舞台上面消失了之后 他要如何再重启 这是他个人的考验 甚至我认为他未来 当然也许放在不分区也不是一个 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啦 因为本来老柯喔 是希望他能够接棒 接这个党团总召的职务 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办法连任嘛 那就整个打乱了老柯的这个布局 那现在看样子喔 明年二月恐怕如果老柯最近 你看老柯最近协商都没有办法出席 常常都是请假 膝盖受伤 真的要跟王毅川 都学学如何保养膝盖 那这个也许明年二月 总召就要换人了 因为柯总召身体状况 比较不好 比较不稳定 搞不好明年二月换 吴思瑶接这个党团总召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就继续来观察 对 请问林涛 我要特别念出来这完整的过程 因为上报写的这个历历载目 其实非常清楚 先讲说原本在卓内阁组阁的时候 有大佬跟卓内阁推荐说 来让郑运鹏去接政委兼政院发言人 那郑运鹏是有意想要接政委的 可是呢 反而是赖清德跟卓中泰 无意愿让他接政委 好这条路不通了之后 一度又说 那我改安排 让他当政院的副秘书长 可是这郑运鹏就不感兴趣 就婉拒了 然后呢在之前交通部长李孟燕出事的状况下 李孟燕下就有传说 是不是要郑运鹏上呢 可是赖卓他们之间商会之后 还是认为说 要给这个赖清德的子弟兵陈世凯 那最后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一度有被点名 可能要当高铁的新董座人选 看起来现在也吹了 所以已经变成了是中华顾问工程司董座 如无意外的话 应该这个近期就会宣布这项人事案 屈折离奇 坎坎坷坷坷啊 对这个刚才这个波基哥的论调我赞成 而且我觉得他有真的把这篇文章 到底是在黑郑运鹏还是在捧他 其实有点出来 那我也是要谢谢这个制作单位 找到一个郑文燦及郑运鹏最讨厌的人 也是他们的专家来评论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还记得吗 郑运鹏最厉害的就是 中国鹏 中国大陆鹏 然后呢以欧业新媒体 在这个中国大陆 以中国台湾籍来做生意嘛 这是大家对他的专业啊 什么台大主目大家不知道啦 大家知道他可能来电打你比较熟一点 那你知道吗 其实在桃园大家都知道 郑文燦跟郑运鹏两个人关系很差 因为郑文燦看不起郑运鹏 郑运鹏也看不起郑文燦 所以如果今天要 这个身为民进党跑线的资深记者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他把他写燦系 是羞辱两个人 他一方面羞辱郑文燦 一方面羞辱郑运鹏 那为什么这样说 来我们细细来看 基本上第一个 郑运鹏过去一段时间 在他选完之后 每一个人都有安排了 就只有他没安排 所以代表赖清德 其实对他过去的表现 其实是不那么买单 你过去啊 这个中国大陆鹏啊 你过去做生意 我觉得我对你打一个问号 所以在所有人选完局都有位置 他没有位置 第二个 这篇报导 里面几乎把他所有的位置都点过 刚才莎莎已经讲了 政务委员 行政院副秘书长 交通部部长 然后高铁董事长 说真的 点到第五个位置叫做 中华顾问工程师 是羞辱他 他意思说 前面你都没有啦 你都没有资格啦 大家都不让你当啦 退而求其次 给你一个中华顾问工程师啊 没办了吧 对不对 你要不要拿 所以 在这么极度羞辱的状况之下 郑运鹏他会拿吗 看他 看他求官的这种情绪到哪里啊 看起来他现在 中华顾问工程师如果给的 他拿了真的 不声唏嘘啦 真的 求官求成这样 那为什么他说他求官 基隆之前不是在讲台风吗 他就跑出来讲啊 他是不是半天又惹毛赖青德了 对他讲说啊台风架 对不对 这个谢国良出来宣布台风架 根本就是为了政治操作 他求官嘛 求金善的关注嘛 所以金善真的看到了 啊 帕莫安 赶快帮他瞧一个位置啦 甚至每天出来讲 对整整体名称形象很差啊 可是因为他那篇po文里面 那后面又是其实看似在彭赖嘛 可是又臭了赖一把嘛 对 所以乔位子要乔得刚刚好 千万不能太好 对 所以基本上乔到第五顺位 给他 所以那篇po文完完全全在羞辱他 所以我觉得今天正义朋友 他沦落到至此 他自己不要怪别人 因为过去这四五年的 从美孚的大火 从这个桃园的选举 从跟郑文燦的关系 说真的他都没有表现好 我每次都在讲嘛 在这个郑文燦的官邸 你请工商大佬 请地方的这个桃园 各政界要吃饭的时候 郑运鹏来到现场 给你摆个臭脸 连郑文燦跟他太太 请他过来 大家有一个互动 郑运鹏跟他太太 根本就不甩郑文燦 你知道多冷吗 但人家已经光临服全成 这样子你什么态度 所以郑运鹏你不要怪自己 因为基本上过去你表现的 真的没有符合賴清德 跟郑文燦的表现 好 第三个他讲说 秦系秦系秦系 这也是羞辱秦系 你知道吗 这细节 这独家的缺点 他去当中华顾问工程师 之前中华顾问工程师是谁当 是郑文燦时代的副秘书长卢维萍 代表秦系的人马被赶到中华顾问工程 还要被干掉 你知道多惨吗 郑文燦没了 郑文燦他的所有的兵马都要被干掉 连中华顾问工程师 但是当时候卢维萍是真正的秦系 都不给他一条生路 所以你就知道在 賴清德对秦系之坏 然后之清算到底 还不是只有一桩 刚才提到卢维萍 第二个独家出来了 今年独家刚才出来 你知道燦系的大将另外一个是 新闻处处长的詹赫顺 也就是民进党新媒体部主任 张赫顺吗 他被out了 他被赶出党中央去哪里 去文总当副秘书长 又是文总 文总的秘书长现在是 还是李后庆嘛 李后庆是谁 是英书系耶 燦系的大将 詹赫顺被踢出去党中央 沦落到英书系要来照顾 最后的燦系 你就可以知道 燦系已经没了 还要被这种清算 我们讲古代叫做什么 叫做你去中仁府 然后你查办之后叫做诸九族 燦系所有的人在 非主要的职位上 在第二阶第三阶 第四阶第五阶 通通都要被清算 所以我觉得 很多朋友在讲 这样对张恶顺也好 他被人家当做我们激养的 被人家当在这个党中央 他没有人要挺他 那清德也不信任他 然后他对新媒体也不懂 所以只剩下一些 因系的彻翼本砖在挺他 然后呢他也没办法发挥自己 他也不懂新媒体 那很多民进党朋友跟我讲说 那不懂新媒体 但是他愿意给懂新媒体的来做 那你当这个新媒体不准干嘛 换人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把对张恶顺也是解脱 所以我觉得一篇新闻 可以写到这么精准 左侃郑文山又杀郑玉棚 我佩服这位媒体 这个资深同业的功力 我们刚刚其实有网友看完之后 他的回应就有认为说 民意党内怎么位置还真多 怎么派都有办法 而文慧姐请教一下 刚刚提到的就是 连交通部都轮不到郑运棚 宁可给陈世凯 可是陈世凯 他的仇恨值 跟他的空泛程度 持续在被检验当中 我们稍后再谈到他是如何 在高铁的这个案子 把自己党内的派系也都得罪光了 先提到他的最新的论调 他提到总预算被退 他居然跟大家说 如果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 还在持续卡关的话 你知道吗 恐怕会让公车都不能跑 这也被大家踢爆了嘛 就是你第一个 你到底了不了解整个预算的状况 因为今天公车的补贴 跟人本的交通经费 是属于延续性 或者是经常性的开支 依法本来就必须要提供 这根本就不受总预算的审议影响 所以陈世凯今天你到底是不了解 还是你只会情勒兼造谣呢 关于我们的公车能不能跑 公车补贴这一块 我要请晚会委员帮我们来解释一下 我想这个就是陈世凯 他以前我都常说 最轰的部长是王美花 那现在这个头衔呢 当然也不能用在陈世凯身上 我觉得他不是轰 他就是不认真 所以他不专业之外他也不认真 所以他要讲所有的发言之前 我觉得他都没有先做过功课 第一 第二 我就来讲一下 他今天最大的新闻 应该是他没有去那个淡江大桥 这个事情 那淡江大桥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他基本上是一个 号称全球最大跨距的单塔不对称协章桥 也就是说在地方来说是 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桥 那大家为什么关注到这件事情 是因为新北市长侯友宜 有一个发生 通常新任的交通部长到地方来做相关的视察 一定会礼数非常到位 不管他会不会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呢 像之前我在宜蘭碰过了 不管是王国财 或是像李孟燕这些人 一上任到地方视察 重大的交通建设 他一定是县府会通知 立委会通知 然后相关的议员他都会通知 因为他希望大家看到说 我中央不分党派都有在关注地方的交通 那我觉得陈世凯 他是白目到这种程度 就是说他自己 像这样一个重大建设 他都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也就算了 另外我有个观察 我觉得包含他说出 总预算如果继续不过 会影响公车的相关的费用这种话 表示那个赖总统 不是赖总统 是佐隆太 佐隆太说当时为什么要用陈世凯 因为他说他非常会沟通协调 那也就是说他的沟通协调是出问题 他里面的幕僚是没有真心在帮助他的 如果他的幕僚有真心在帮助他 今天就不会让他说出这样的话 第二件事情也不会排出像淡江大桥 这样的一个上梁仪式的时候 他没有到现场 然后也就失礼 他自己没去也就算了 他在邀请上面还对地方来说 让地方的感受是不好的 我觉得在他的幕僚群里面 他并没有 第一他没有办法发挥他沟通协调的能力 第二就是那些幕僚也不把他放在心上 那为什么会不把他放在心上 今天这个部长呢 他说他的专业是CEO 就是他是这个所谓的企业管理 经营管理的专长 好没有关系 那你的交通部管的这个范围这么大 全部都是专业人士 那你的沟通协调能力 在这个时候你要发挥的是 你要有代人的能力啊 所以你在做相关的这个回应的时候 有些人都不要讲说高铁 这个延不延伸 有没有派系的问题啊 然后有没有大家彼此的这个 拉扯的问题 你自己内部要出去出门之前 你这个部长俨然自己一生啊 你知道吗 就你自己是一个单位这样子 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这样子 所以上次我看黄国昌叮他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就到底是谁 他都不知道 对啊 他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还被黄杰讲 我就觉得更傻眼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都 好啦 我也不觉得黄杰是个认真的 那这是矛盾大对决 对啊 看不懂法案内容的 搞不清楚 那我觉得怎么会这种 轻轻对决的状况之下 你还被黄杰说 你要认真一点 我觉得听了真的很心酸 所以我觉得 回来讲 我觉得陈世凯 前面一段时间 真的他要感谢郭志辉 因为郭志辉 大家这个很热烈的很 就对能源政策 有非常多的想法 有关核能的部分 所以大家有点忽略 纽略调陈世凯 他的不专业表现的部分 那最近呢 这个矛头 因为我觉得他要 谢谢黄杰 黄杰让他整个被看到 到底有多轰这样子 多不认真这样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包含我自己啊 最近我们在看 就仪然有很多交通建设 我也希望 他要有个整 全局的一个考量里面 他要对地方建设 一个大型建设 在他来之前 他应该要充分的了解 才能够真正帮地方做事 因为交通 基本上真的是 对地方来说 真的是太重要了 那以我们宜兰来说 其实长期我们 像他那天说 他跑去花莲看 那当然是很好啊 那你去看之前 你有没有做功课 我们东部长期以来的 这种交通的不便 基本上更需要他 我也很想看到他 有一个态度啊 讲到地方建设 这件事情 就要提到了 既然陈世凯 他比较专精的 叫做沟通协调的话 那在这一站 他又有把它协调好了吗 杨明哥请教一下 高铁延伸到了屏东 要采取高雄方案 还是左营方案 这件事情 交通部这边说 陈世凯持续的向立委 说明两个方案的利弊 在11月会要求交通部的铁道局 来办理地方座谈 希望可以让高铁屏东站的路线 早日定案 但是据说呢 绿营在地是有强烈的意见 要采高雄方案的 包含麦系的黄杰都去呛陈世凯 是不是也代表了赖卓的体制 又闹出了绿营之间的内讧呢 当然这个跟地方的建设有关 所以通常来讲 一般讲 就是说地方建设尤其是高雄 高雄是谁的地盘 你怎么可以直接就是转向 然后呢不跟地方沟通 那所以黄杰 你要知道 当今天执政党的立委 在执询台上去为难 或去刁难执政党的官员 通常就是他们里面 一定有一些问题 而且是私下沟通都得不到解决 那也就是这个官员 他基本上 他没有在乎地方的意见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抬面化 而黄杰他扮演的角色就是 其实他是 嫌陈其迈之命去做这个咨询 我相信你今天如果去问黄杰 到底高雄 什么方案 难言怎么样的规划来龙去卖 可能他也讲得利利大 但是在这个事情里面 他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 开始党内会在讨论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陳世凯你在搞什么鬼啊 可是你说 陈世凯是真的 真心的 就是他是 做他自己想要做的吗 当然也不是 那 現在有一些这个报导是讲说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走所谓的高雄方案 因为现在原本是要走左营方案 也就是左营直接延伸到这个屏东去 往屏东走 那这个如果你先往高雄 就是要经过旧的高雄火车站的 这一条路线 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就当然第一个 那高雄市区又要再挖地 挖这个所谓的地下化 那这个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最后总会导致所谓的市区的交通黑暗期 那不管其实两个方案都有 会一定程度的会构成 所谓的交通黑暗 但是哪一个影响比较小 所以这个就是高雄市政府 可能会也会有一些 这个想法跟期待 那不管是哪一个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说 现在的陈世凯部长 他到底是听谁的 那如果今天因为是陈世凯 大家都还要记得一件事情 在高雄凯米台风登陆的那一段时间 那个我们的这个赖总统 是没有去高雄视察的 就是风灾过后都没有视察 然后包括像这个 卓龙泰院长也都没有去 这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因为赖是台南 然后隔天直接接新北 外里 那前一次的 那个淹水的灾情 陈其迈也没有进市区 他是去美农 就是前一次七月份的时候 陈其迈有去过一次高雄 他是去美农 陈其迈 那个赖心得 赖心得 就是说整个 现在看起来 虽然他们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但是感觉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 就是总统跟院长 看起来对他们是 比较等而赤之来观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高雄 有些在地的立委 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对那包括陈其迈 陈其迈不是一个 这个小媳妇啊 虽然说看到郑文燦被收押 他可能心里面毛毛的 但是他该要反应的地方 他还是希望这些立委去反应 尤其像黄杰 黄杰是一个 拜托百大次世代 这个时代杂志 一定要有这样的 有重量的 你看一咨询 媒体是不是就曝光了 那就会让高层知道说 哎呀你应该至少要听听 这个我们高雄一姐 所以轴隆态马上就 好我们一定会来好好收集 那当然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内部矛盾 要到什么程度 然后呢又不会被见缝插针 然后又怎么样 所以黄杰一定要出来讲说 这个不是派系 这个单纯是反映高雄地方的 哎如果你高雄地方的意见 中央不听 你要用到你到质询台上去讲 这已经表示事情很严重了 所以我只能说 对于民进党内的这种矛盾 不会结束的啦 不管是燦系 卖系还是什么系 最后就是赖清德说了算 我从小到大事实上 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的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A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藻直萃 这有蓝光神盾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 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 含黄金海藻酱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 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 它不含香料 所以呢 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婦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 我诚挚地推荐给您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 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A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A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 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A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金费 未经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